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沾上指纹和灰尘的一个产品 就是这瓶小的防晒霜 因为今天这个防晒霜是我们拍摄的对象 但是除了它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关于背景的一个小技巧 首先我们来看看小九是怎么去布置防晒霜的 当然先开始小九肯定会先构思一下 因为可能防晒霜我们夏天会用到 怎样让它能体现是夏天 然后我想的是喷点水珠 这个大家都会知道 然后我们放在什么样的背景上 这个可能大家就有点困难了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喜欢把化妆品放在这个花上 鲜花或者是假花或者等等一些彩色的背景上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假花还有真花都要去花钱去买 可能不可能随时的去买到 也可能你不可能去买很多颜色的花 然后去一个一个的去尝试 这样的话太浪费了 所以呢小九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网上的照片 然后呢再用这个打印机给打印出来 作为它的背景 首先我们先到网络上找一些这个花卉的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小九又从网上找了几个这个花卉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各种颜色 还有彩色的 还有这种淡黄色的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刚才我们的产品 就是偏暖一些 所以如果你要是找一些这种非常花的 或者是有些偏冷色调的 可能它的一个反差太大了 对于这个整个的画面就感觉不是很融合 所以呢最后小九确定了就是选择这一张 这一张我觉得比较好 但是呢我们不能直接用 我们还要把这张照片拖进photoshop 我们做一下处理 怎么处理呢 就是这是我们先设定成A4大小 这个根据我们那个产品大小来确定 比如我们A4大小的这个图 给它选择就是你想要的这个截图这个部分 当然因为网上的照片呢比较小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比如这个照片小我们拉大就可以 很多朋友说这个画面就不清晰了 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让它不清晰 我们拉大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像素点了 下面呢我们还要再复制一层这个画面 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滤镜 就是模糊 就是高丝模糊 稍微加点模糊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就是让它有一点点模糊 这样的话它的像素点没了 但是呢 为什么要加一个模糊呢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拍出景深的感觉了 比如说很多朋友就是拍照的时候 特别想拍这种大光圈小景深 但是因为灯的亮度呢 特别亮 所以说前后啊 非常都很实 就没有那种小景深的感觉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把这个图片 然后后期给它调成这个 高丝模糊呢 就是我们怎么拍 它都是虚的 这样的话就给这个视觉上产生一种 这个错觉 就感觉就是把这个景深啊 给缩小了 然后呢 我们就打印一张 好了 我们的打印机就完成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背景 而且也不用买这个真花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怎么去布置 怎么去用这个背景 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我们拍摄这个防晒霜啊 需要什么道具 还有一些工具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这个我们打印的这张背景纸 这个已经选择好了 然后呢 我需要两个这个 这个可以支撑的物体 当然这个可以用别的代替 只要一会儿大家就知道 做什么用了 然后呢 一个小的万能粘土 然后一个这个 这个 透明的亚克力 这是透明亚克力 当然你也可以用那个 透明的玻璃去 因为但是有的玻璃啊 会有一些颜色 比如说会偏绿或者偏蓝 然后呢 我用这亚克力呢 因为它是透明无色的 所以也比较方便 也比较轻 主要是不衣碎 然后呢 我把这个亚克力啊 放在这两个支撑物的上面 好 这就形成了一个小的平台 然后呢 把这个背景啊 放在这个亚克力的下方 很多朋友会问 为什么不把这个 这个防晒霜直接放在这个背景上呢 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打印纸 上面会有很多纹理 而且呢 就是你在一步光来说 也不是很好步 比如说我们真的是搁在这个纸上了 它会有一些影子 而且呢 你去直接拍照的话 会把这个背景上这个纹理啊 会拍到 而且一看就是很假了 这就是假花了 为了让它更逼真呢 我们搁在这个透明亚克力的下方 当然这个高度 你可以自己确定 然后把这个 防晒霜放在这上面 摆好位置 可能这样拍呢 稍微有一点单调 我们还要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这个喷壶 就是里边装的水 喷壶 我们所要的就是呢 把这个 防晒霜上喷上水 这样的话 夏天的话 感觉会有一丝丝的凉爽 也能符合这个防晒霜的一些 特点吧 还有一个非常注意的就是 我们这产品上会有这个logo 还有文字 因为刚才一喷水呢 会大面积的去喷上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 用这个纯片手套啊 把这个logo这地方 把这个水给吸走 把这个特别重要的文字 稍微让它水珠少一点 好了 就 我们的布置呢 就完成了 好 现在呢 我们一把这个产品布置好了 而且呢 这个背景也准备好了 就是在我们的想象中 已经形成了一个画面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 打亮这个产品 怎样去照亮这个背景呢 首先我们还是来确定 一个主光源 当然对于主光源呢 我们不要需求特别大 比如说想把这个 整个产品也照亮了 把这个背景也照亮了 我们先不考虑那么多 我们第一个 这个确定主光源 就是先把这个主要的产品 去照亮 把它的形状颜色 还有就是它的一些特点拍出来 刚才我这个防战霜呢 朝向是朝这个左斜上 因为现在我布光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右侧 所以我把这个位置稍微换一下 搁在这个右前上 所以有一角度 然后呢 把灯搁在它的右边 大家要注意 这个柔光箱的位置 一定要低一些 因为如果你高了一些的话 这个边缘这儿会留下一个黑边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的作用 就是把这个右边这个边缘给勾出来 做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高光 调整一下这个高光的粗细 然后我们来拍摄一张 好了 我们拍完第一张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右边的高光 已经显现出来了 下面呢 我们来解决的就是剩下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左边 产品左边是黑色的 而且就是这个logo的地方 也是黑色的 就是看不出是什么品牌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准备一个 白色的泡沫板 就是这样一个泡沫板 当然不局限于这个泡沫板 只要是白色的东西板子 因为我们就是给它做一个补光 还有一个反光而已 好 搁的位置呢 我们放在这个灯的另一侧 稍微有点斜放 因为我们放在这个角度呢 正好这个主灯 能反射到这个反光板 反光板呢 又能反射到这个所拍的产品 当然现在我们解决的问题 怎么样把这个板啊 这个角度给固定 所以又准备了一个这个三小架 其实只要能固定就可以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万能粘土 搁在这个桌的边上 其实就为了固定一下 然后呢 我们来调整它的角度 通过你拍摄的角度 然后看看 是否这个反光板起到了作用 好 大概就是这个角度 我们现在呢 来拍摄一张 看一下效果 好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拍这个 这个右侧呢 补到了亮度 而且呢 这个水滴啊 也显然出来了 还有它logo的位置 当然就是我们这个皮呢 可能跟我们原来拍的镜面产品一样 就是你不能垂直的去拍 要稍微有一点角度 正好让这个反光板啊 反射到这个logo 还有这个字的上面 这样的话 我们拍摄出来的才会好看 才会漂亮 然后通过第二段拍摄呢 我们看这个产品 本身都差不多了 现在呢 就差这个背景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景啊 已经是有一些这个花的这个 这个图像了 但是呢 这个亮度不太够 现在我们就加一支 辅光灯 来打亮这个下边的背景 怎么去摆放呢 就看小九看看怎么放 好 现在我们就准备一个 稍微矮一点的这个灯 放在我们所要 拍摄产品的后边 然后这灯的高度呢 最好是不要超过这个 透明亚克力 因为我们只要打的 就是下边这个 这张背景纸 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花 然后打开灯 我们现在来拍摄一张 好了 我们的作品呢 就已经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背景啊 也显现出来了 也非常的干净 也会有 就是模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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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的 这种 花的感觉 所以这个呢 就感觉产生了一种 小景深的 这个效果 但是这个 这种曝光 这种形式呢 不局限于 就是我们拍这种 小的产品 就比如我们拍 稍微大点的 各式各类的产品 比如我们找不到 好的那个背景的时候 或者是资金有限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通过 这个方式来拍摄 对了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论坛呢 自己做了一个 这个WOW ECP的自立店 大家可以通过 下边的这个淘宝地址 可以登录到店里边 看看小九会给大家 分享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好 今天的教程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 好之网传客网客客家 以及通讯精品课堂 对我们的网络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